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意 我已所行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意 我已所行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意 我已所行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大家请翻到文书站了 我们今天应该是 大家听得到吗 这个还可以有听到 今天应该是我们在略略介绍文书站的 在 应该算说在疫情的特别课程的里面当中 我们花了四堂课来介绍文书站 和希望说对大家有所帮助 和知道说怎么样去修文书菩萨 所以很多人有在这边问到说 那我们一般我们是怎么修文书菩萨 或者在念持咒或什么时候 要怎么样去观修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是从 依着文书菩萨的这个赞颂去思维的 最主要是从思维去文书菩萨的 身 语 意 三功德去礼战之后 和如果意念起这三功德之后 而再去持那个 Omara Bhazanati的话 那种的效果也好 或这种祈愿力是不一样的 这或者别的来讲的话是不是 我们常听尊者引用以前一个 西藏的祖师大德吗 他们说如果只是念着文书菩萨的 课颂呢 还去修文书菩萨的法呢 但如果没有去学习 这个人的花了一个月之后 这个人的智慧会不会增长呢 这是未知数 还是不一定的 有可能他修得如法 和如果不知道怎么去修 他纵使他去依着这个仪轨去修呢 智慧会不会增长 有可能会获得菩萨的价值 可是也不一定 可是如果用这样子的能力 去了解法义 去熟悉文书菩萨的智慧 是什么的意思 去熟悉的话呢 这个人的智慧 纵使是别的都不了解 只是去学色类学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人会不会的智慧 会不会开启呢 他是百分之百 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话 他的智慧一定会开启的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透由 一边的学法义 一边去提醒文书菩萨的加持 或者文书菩萨的保佑来讲的话呢 这个是等于说两层嘛 禁取音 如果我们用以前的学过的名词来讲 禁取音是为学经书 聚声源是什么呢 是菩萨们的悲愿的加持力等等 而去辅助的话 相信可以不断的再使智慧增长的 谁知智慧 离二藏云犹如近日及明朗 所有诸意如实关顾 胸中指齿般若寒 诸有于此生死牢狱 无名暗覆苦所逼 众生海中悲铜易子 聚足六时晕印雨 如大雷震烦恼睡起 夜之铁锁为谢托 无名暗覆苦之苗牙 尽阶未断挥宝剑 从本情境就近实地 功德声源佛子最圣体 百依十二项豪庄严 除我心安静礼妙吉祥 Om 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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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德愿赐智慧辩财 辩财先贤念 祈求增长闻思修慧能 祈求增长讲论助智慧 祈求适与共不共息地 愿述如尊成就其加持 祈求任运献绝至胜乐 祈求速消除颠倒邪直 祈求尽断身心疑惑 愿述如尊成就其加持 好 那我们今天想说到最后 就是教大家以下的说 我们上次是不是 先简短的来复习一下课程的话 我们是上一次从 在李敬文书菩萨的时候 是不是最主要是 我们应该说所有的功德 或者佛功德 像我们是我们常听取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修持的部门是 文师修 刚刚他来讲的一样 那以功德面我们来可以说什么 就是身 语 义 事业 是功德吗 是不是我们 我记得我们前一堂课 跟大家略略讲 大家还有没有记得 我们看以后大家如果 再次受随许的 我们在教室是不是有 请下巴去见 我们现在来台湾的时候 有时候传随许的时候 随许的还有没有发现说 不管我们事实上是传的是 三分怒尊也好 或者传的是金刚手菩萨也好 或什么来讲的话呢 他是不是三分怒尊是走 就是有身加持 身圆满的加持 身圆满的加持 或者语圆满的加持 还有义圆满的加持 事业圆满的加持 他是抽油说 我们可以从现在 把凡夫的相去净除 和变得说跟佛菩萨的 接近的身与义事业 这是以他的四大功德来讲 当然这些所有的功德的来源 要来讲的我们是不是说 事业生也好 雨也好 事业来讲也好的话呢 是不是他一定要关带一个东西 他一定要关带义功德吗 没有这个正量 没有这种智慧 没有他了解的方便来讲的话呢 纵使他的事业广大 或者他有身体在庄严 语音在美妙来讲的话 没有内涵嘛 是不是我们常常讲的话说 在藏文有个成语叫做什么是 外观是很华丽 内在是空空的 虚虚如也的话 那一点用处都没有嘛 这种身与事业 可能就只是一个表证而已 实际上是要里面的那种的核心的 那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卑的义功德嘛 它义功德是不是可以分为 就是主要来讲的话 分为卑功德 智功德 看这个卑的话呢 我们来讲的话 在今宿我们讲说什么叫 他常常讲说方便品嘛 这个卑当然它是一个广泛的来代表 可是这边包含了什么 例如说我们所说的出离心嘛 悲心 菩提心 不思啊 实戒 忍辱 等等的话呢 这都可以算是归为方便的这一类 或者说我们归为悲心的这一类的 而在智慧的这边的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上次分出两个 它跟方便不太一样 方便跟智慧的最大的差别 是不是大家慢慢可以发现说方便是什么 它是一种像一种心力嘛 或者一种我祈愿的或者我的一种发心嘛 它没有专门在检则什么东西 你看我们所谓的不思 不思的话 例如说我或者我说供养 不思的话 真正的不思 真正的供养 不一定是我给一个东西嘛 或不一定是我 好像一定要交托给一个人来讲的 才讲我用义供养 我义不思也可以嘛 所以是不是不思主要是一种什么 舍心嘛 它是一个舍心的话呢 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不思嘛 它是不是说有主物 即无主物 纵使是我们 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把最美好的 或像什么 我们常常看到风景啊 或者自然的景象啊 什么话 都供养给菩萨 不思给众生 这也都可以的 但持戒是不是像 持戒什么 就是防护的心嘛 我们很多人会说什么 戒体 戒体来讲的话呢 戒是什么 戒就是那个戒条嘛 我们就是这个 可是守戒是什么呢 是我对了解戒条之后 我对他守护的心嘛 有一个守护住的那个心 那才是真正的守护了 所以是不是我们常常跟他讲 那当然 当然他们说 受完戒之后 睡觉都有功德 的确是有 因为他有 受这个戒 可是那也不一定是 真正所谓的守戒嘛 他只是因为有戒体 守戒是什么呢 是纵使我碰到那种情况 我在那情况下呢 我都愿意 或者我自主的说 我要防护我的心了 我不去做了 所以是不是我们常常 大家讲说 那 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讲 大家说 可惜了 你说你每次在外面这样子 在台北的街上 或在美国街上 你穿身服会不会觉得很 很不方便啊 或者你会不会觉得 很多人看着你啊 我说应该 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已经没有什么的感觉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 我说跟他们说 那个明星 走在路上 被看他们都没感觉 我说我们是另外一种 是被人家瞪的 因为穿这种 奇装衣服的话 被人家瞪 都已经都 到没有感觉的时候呢 可是我说什么 我说 因为我记得 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我们老师跟我们说什么 他说 最好如果没有到那种 逼不得已的状况呢 这就是自己的最好的保护 这种这一个身服 就是我从我们外在的保护 说什么 如果你内心会觉得说 我是愧疚的 或者我不敢做的 或者不好意思去做的 那就代表说 你已经自己都知道说 有可能是超过我的 守戒的范围了 那 如果 是这样子的话呢 可是它只是帮助内心嘛 内心说 我说像 比如说假设 我举个例子 如果大家走了之后 晚上我们去做什么事情 谁知道啊 大家可能是去跑去哪里 也不知道 可是就没有守戒了嘛 守不守戒是关于自己的 有没有要保护 我说比如说以我们是个比丘来讲的话 要守253条戒 或者例如说 大家是守了居士五戒 你说实话 我们有没有人去饮酒 谁知道 只有自己知道了 可是 那就是自己在犯戒了嘛 守不守戒是说 不是说我只是说我不去碰 而是纵使在这个地方 我都把可以内心慢慢守住 我有那个防护 防范说我要去犯那个心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 我们叫所谓的守戒的精神嘛 和所谓的忍辱的话 是不是说我们就是可以安忍的嘛 安忍的那种心态的 你看它是不是就是一种心力嘛 一种发愿 或者一种把心扩 扩真的 那就我们就要说什么 这是我们讲所谓的方便来讲 或者悲啊 质啊 词啊 等等这一类的宽恕啊 什么就是所谓的 他没有去判断的 那智慧的是什么呢 又不太一样 它是精密的去研究下去 或者分析 检测 由这样子而了知的呢 那我们讲说什么 我们叫这个叫智慧嘛 智 所以在这边来讲 我们上次是不是说 那以佛菩萨的义功德的话呢 我们可以分什么 还是上次我们解释说 如所有性 应该说了知如所有性的智 跟了知了尽所有性的智 或者简单来讲说什么 了解的究竟义嘛 跟了知的所谓的叫世俗的 有一些以前这个不是只是 我们汉系或者藏系或者什么人 就是以前很多的别的祖师大德 都会有这种错误想说 世俗的就叫做假的 假的话就不存在了 真实的层面来讲的话呢 就只有圣意地了 只有真实来讲的话呢 这我们就说以中大师跟以 应该别的 我还不谈别的好了 我说以中大师的概念来讲的话 这就是有一点破太过了 好像说在假的那一方面才有你啊 我啊 书啊什么来讲 可是以究竟面来讲的话 就不存在的话呢 有点否定了 或者有些说什么 我还没听过在这边很多人说什么 那真的来讲什么都不存在 因什么都不存在 什么都不要执着的话呢 因为我们以这个概念来讲 我们都说 这有一点是所谓的破太过了 这个是说什么 是以总的来讲的话呢 我们去看所有东西 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存在的 是不是我们上次举的例子 在别的课想说跟大家别的讲 你看 我说从世俗的面 用我们科学来讲的话 世俗来讲的话 你看这个桌子是不是就是硬邦邦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么精密的来讲 我说你看 没有一个人可以否定叫说 这个桌子存在了吗 这个桌子是硬的 这个桌子有作用 没有人可以否定的 可是究竟来讲的是什么呢 它的究竟意义来讲就等于说 但是它是量子分子等等而组合起来的吗 它没有一个像我看到的这样子的实体的 是不是它是以它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讲的 那我们在佛教来讲也是这样子 所谓的世俗的存在法 世俗的存在什么呢 就是说我从宏观一点的 或者说我从一个没有那么精细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不是我说每个东西都还是存在的 你跟我或者说我从因果 法则 什么等等的 卸托 轮回是不是都存在 都存在 我们这个都不能否定了 但是我们再一次的去简直说 有没有如同我看到的这样的存在呢 或者是不是说像你看 是不是我们从我们很多的错误来讲的话呢 我看到大家 大家看到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你们有一个硬生生的东西 从那一方存在的话呢 这叫做什么 就是说我们从圣意上去看的 或从真实究竟面去看的话呢 从究竟面看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 究竟的存在呢 纵使是空性本身来讲的话呢 它也不是究竟的存在 我们是不是讲说空空嘛 是不是在波尔经里面有讲到说 空空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呢 这叫什么呢 这叫如所有性嘛 如实的 把它究竟的道理去了解的话呢 这叫如所有性 净所有性的是什么 就是骗之的嘛 一切的万事万物万法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智慧 来去分析的 或者来讲的话 就可以分出说 了知如所有性 跟了知尽所有性的嘛 但由此智慧 才有办法去断除 或者说保健嘛 那由此智慧 才能挥断 所有一切的无名 无名去除 才会去除要非礼作意吗 可以去除非礼作意呢 才有办法去除烦恼吗 去除烦恼呢 才有办法去除所谓的轮回的业了嘛 是不是它是 我们常常讲说 如果想要 断除业 或者断除 绑在轮回的业的话呢 关键在于什么 不是在说对业相 或者业这个动作本身而去制止 而是在说 它之后 之前的 这个烦恼而下手嘛 如果要去除烦恼的话呢 是不是因为烦恼的生起 是因为它 不明了是非嘛 或者有一个颠倒才会呢 所以从非礼作意了 那非礼作意是 为什么要生起呢 是不是从无名而有嘛 因为它没有了知 反而是执着了 颠倒的状况的话 当然会有非礼作意了 所以是一一的 那佛陀他本身自己的功德 是没有办法帮助于众生嘛 或者说文术菩萨自己的功德 义功德没有办法帮助于众生 它可以帮助众生的是什么呢 众生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 或者碰到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身功德跟与功德了嘛 而与功德的话 我们上次是不是略略的介绍了 就是它叫64种的与功德 它如果一般的经书的上面 它都会讲到说64种与功德 64种与功德 上次我们有讲到 可是大家如果有机会 可以比较详细的 可以慢慢去看的话呢 在我所知道的是第一世尊者 达达喇嘛的更尊主或生辰大师 他有撰写了一个文殊菩萨的赞颂 我们应该讲说叫赞云海 赞云海这个赞颂里面 他就在也是套由文殊菩萨的身与 义功德三个而去赞颂的时候 在与功德的时候 他就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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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出了这个64种的与功德了 但有这个具备的这种与功德 具备与功德 与功德的话呢 是不是主要帮助的是什么呢 也是他的最主要的事业嘛 佛菩萨的事业是什么呢 他不是办什么企业的吗 或者说什么 最主要的他的与功德的事业是什么 他的功德是什么 或事业是什么 是透由与嘛 为什么透由与呢 透由这个与功德 才有办法使众生去了解 真实义是什么嘛 他可以帮助众生的最好的方法 或最究竟的方法是什么呢 是阐释解释真实义嘛 或者是非是什么而去做了 而但是在与功德 虽然是美妙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身躯的话 没有这个庄严的话呢 是不是要承办也很困难 像我们以前 我们举一般来我们 大家有机会去看那个 满院塔 我们是不是在尼泊尔的满院塔的话呢 在 应该说在那个时候说什么 他在藏文的话 他这个叫 为什么这个历史是 我把这个历史顺便跟大家讲 大家再讲 他说以前 这个现在在尼泊尔的 正中央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塔 他什么那时候有个国王 他有一个 卖茶的老母亲 他说他毕生的愿望 就是要建一个大塔来供佛 他因为他没有地 他累积了很多的 一直在存钱的时候 他没办法盖的时候呢 他就去请求那一方的国王 说你们拨给我一块地 我要来建一个塔来供佛 他本来是说什么 那国王就答应 好 那个国神 大臣说 那种要建一个大塔的话 他地也可以多大 那个国王就说 你就给他拨一块 那个牛皮可以遮住的那个地 所以之后呢 那老母亲一直修修修 把那个牛皮修到很薄 他盖了这样 现在的那个大塔的那个 所以 所以假如在藏文是说什么 是可以做的 可造 卡修是什么 从嘴巴说出来 那不小心 不经意的说出来 所以之后那个塔在藏文是说什么 是国王说 我都已经说出口了 那只好让他去做了 那为什么讲这个公案呢 是因为他们说 有一次的 因为这个在塔应该是在说 以佛教历史来讲的话 所以有可能在上一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上一尊佛 或者以前就有在造作的时候呢 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说 有一个 应该是这样来讲的话 就是那个老母亲的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跟国王 国王剥了地 那母亲有三个儿子 而去建造的时候呢 旁边就有一个大臣 在旁边就是说 一直在谩骂说 那为什么 要浪费那么多地啊 或者要剥那么多地 花那么经费而去做的时候呢 可是他什么 他看到那个塔 被建造起来之后呢 他就说 那很庄严的 那我刚刚以前 所说的是不正确的 所以他就在这个塔上面 挂了一个铃铛了 所以他挂了这个铃铛 所以大家是不是有没有看到 在西藏的时候呢 他们去绕塔的时候 绕那个转经轮的上面 转经轮上面是不是都有 掉一个铃铛 就是转一圈 他就叮叮一声的时候 就是代表这个就好像 就一个语音的供养一样 他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大臣悔意 说我之前在一直谩骂说 爱浪费钱浪费地方 这个来讲 他跟上这个铃铛呢 那下一次投胎的时候 他身为一个 那个三团的比丘 三团的比丘的时候什么呢 他也是非常有智慧 可是他就说什么 他永远都是只能在房间内 多对人家讲法 爱人他说为什么那样子 因为他说什么 他这个这么美好的声音 这么美妙 像天籁一样的声音呢 那这个代表说这个人 应该也是很庄严吧 哇 可是请他出来的时候 他说你不要看他 那个始祖或者弟子来讲的话 他说我一定要想见善之士一面的 看着像吓死人的 就丑的那样 像丑八怪一样的时候呢 他们就说 去问了那时候的人说 那为什么这个 他就说就是讲说以前的历史说 虽然他以前有一段的像是 轻蔑或者毁灭 谩骂说爱造佛菩萨也好 或者他 可是之后有毁意吗 可是之前已经造了那个业的时候 他之后造了在供养这个 铃铛的业呢 那他下一次声道说什么 他有智慧 又可以了解佛陀的法意吗 又可以有说美妙的声音 但为什么他谩骂的那个业 他不能这样子毁意就消除的时候呢 他感到是什么 声音虽然非常的美妙 但身躯就很丑陋嘛 所以是不是我们说 那当然最主要的功德是一功德 传播的方法是用语音 可是如果有可以配合的外在的身像 是圆满的话呢 那是最容易可以传法 大家看到都是赏心悦目的那样子 来去看的话呢 这样子对他来传法是最方便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这边来讲说 它是百依十二像豪庄严吗 我们上次就讲了说 从在这边来讲的话 那百依十二像豪庄严是什么 我们一般讲说 它叫三十二像八十水星豪嘛 所以三十二像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主要的 或者说透由这个三十二像 代表可以说 具有这个人的是所谓的大丈夫像 或者是能人像 是以这个三十二像 看八十水星豪是什么呢 是让他人可以去了解 他有这个他人的那种的表征出来 让说引申出这个人的身心的功德 是什么我们叫水豪 或者我们说主是像豪 应该说主是三十二像 辅助的 或者说他的特征 是什么是八十水星豪 加起来是一百一十二格 那以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用的 最清楚来讲的话 是什么 我们一般来讲的功德是说 我们会引用 龙树菩萨的中观宝曼论 中观宝曼论它讲说什么呢 它说我们看佛陀的这种三十二像 八十水星豪 它不是只是身功的 或身体长得英俊 潇洒或者美貌呢 它是什么 它说我们一个菩萨 当他要去累积到 一个像好的功德的时候呢 是什么的话呢 是要透由说非常殊胜的 或者极广大的资良 才可以获得到说身功德 所以大家还记得我们说 所谓的福德资良 跟智慧资良里面的 福德这个身啊 身像是什么 你说什么 它都是从福德资良而获得的 所以是不是福德资良主要在承办什么 是承办资身嘛 就承办的是化身 跟报身的二种功德 是主要是有什么 是用福德资良来做成的 你看它是不是跟智慧比较没有关系 是我们所累积的福德资良 是让我们说什么 让我们以后有美貌的身躯 美妙的声音啊 到最究竟是什么 是成佛的时候 有这种三十二项 八十随行号 六十四种语功德等等的 那以一个菩萨他在累积 要承办一个八十随行号 其中一个的功德来讲的话 是什么呢 他说等于说把所有的众生们的功德 来放在一边 来讲一边的话 这样子的功德量 等于可以承办什么呢 可以承办是 佛陀的一个毛细孔的功德 他们一般来讲是说是这样子 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毛细孔都还不是一个三十二项 或八十随行号 只要有一个这样 一个毛细孔的这样子的 可以承办的话 是等于把我们三千大千世界 或者所有一切众生的功德 放在一边 等于是可以承办是什么 佛陀的一个毛细孔的功德 和把承办所有的毛细孔 你看 我说我们一个凡夫上面 有多少个毛细孔 应该是上千万的吧 至少以假设性来讲 上千万的这个功德来讲的话 把承办佛陀的所有的毛细孔的功德 放在一边的话 等于是什么 是承办一个随行号的功德 把所有的随行号的功德 放在一边 除了在三十二项里面什么 有一个无坚顶项 还有一个白豪项 这个两个以外还有三十个项 这个可以把所有的 应该说八十随行号承办 八十随行号的功德放在一边 等于是承办三十个项里面的 其中一个的功德 和把承办三十个项的功德放在一边 乘以百倍的话呢 是什么是等于说 承办白美豪项的功德 和把承办白美豪项的功德 在乘以十万倍的话呢 才是 应该说乘以千倍呢 才是承办佛陀的 那个无坚顶项的功德 和承办佛陀的 无坚顶项的功德 乘以十万倍呢 才是什么承办佛陀的 这种的与功德 所以以这样的数字 辈分来算的 大家就知道说 要承办那个与功德的难处 或者我们所谓的那种 泛因的那种的功德是 多难的话呢 大家可以来讲 这个不是我们随便写的 或者随便讲的 这个在哪里的话 是在龙树菩萨里面 他所造作的 龙树菩萨他本身也是依着经 可是我们比较清楚 或者比较容易了解的话 什么是在龙树菩萨的 中湾宝曼论里面 就有讲得很清楚了 好 和讲到这边的话 我本来就想说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 是把最后的回向 回向的也比较容易 和也是一方面什么 是跟大家介绍那种 三十二项八十水型号 跟承办他的功德 是什么什么的话呢 大家可以一一一的了解 和一一一的去听到 和有因缘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说 可以听取说 那三十二项八十水型号 是什么的 和答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先念的话 我们这边来也比较看到到 我们是在 限光专业论的第八品 大家应该我们常常 以前在讲限光专业论的话 大家如果有机会回家看的 或者在家里有做笔记的话 可以一边看的话 我这边的话是我们 我们教师用的课本的 是第十八页 就是限光专业论的根本 和我慢慢的念给大家听 大家可以来讲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 是不是说 这边来讲说 是透由大圣的修行者 可以获得的佛陀的身躯的话 他可以分说什么 有什么特征呢 有三十二项 八十水型好吗 看三十二项是什么呢 他是 我念一遍 我再慢慢解释 他说 手足轮相聚 足底如归腹 手足指网连 柔软及细嫩 身漆处充满 手足指仙肠 根广深红直 足膝骨不凸 猪毛街上迷 薄如伊尼亚 双臂行长庙 阴藏密第一 皮筋色细薄 孔衣毛右旋 眉间豪相颜 上身如狮子 薄原始相风 飞胜献胜味 身量重横等 皮诺巨托树 顶肉记原衔 舌广长泛英 两侠如狮王 此劫白平齐 诸齿及细密 数量满四十 干目牛王节 妙相三十二 好 那个再讲 它是不是从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身躯的话呢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一般是说什么 我们说第一个 大家比较会看得到的 这是我们先讲三十二相 我们再讲八十三相 大家会发现 你看三十二相的 第一相是不是说 手足轮王相吗 手足轮王相是什么 是佛头的手跟脚的底 是有轮王 有一个轮的 所以以前他们说什么 比如说佛头在踩地的时候 你看到他印在 那个印子的话 他会有个轮子 或者说你看我们 如果大家等一下有教师回去 在外面看的 是不是玄壮大师 以前从秦法之后 来带回来之后 再刻在那个大宴堂的石碑 他刻了一个佛族 有一对的佛族 佛族的正中央是不是 那个有一个法轮 但是代表说佛陀跟讲法 所以你看很多的 现在的佛陀的画像的手 这边都会画一个轮的话呢 前面是说所谓的 手足轮相剧 这是第一个里面的第一项 但他主要的说什么呢 这代表说手足轮相 这代表是什么的话呢 是代表他是有什么因而获得 是在佛陀 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呢 是什么是去常去接 常去送自己的善之士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因呢 而造作出来的 所以我们是你看我们常常说 我们去引寝善之士 或者送善之士 这对善之士来讲的话 实际上一点差别都没有 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在造作 自己成佛的因 是什么说以前在这种 主要的承办手足轮相的话呢 是在什么是特有他以前在因地的 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 特有说去送跟恭请 而自己的善之士呢 他获得了这个相了 那第二个说什么呢 足笛如归附 足笛如归附的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像我们的话 他是说佛陀的脚 我们脚是不是有那个脚弓吗 那个脚弓 佛陀不是 他是像 你看我们去像大象 或者那种像 应该在这边来讲说 像乌龟一样的话 他踩下去的时候 是不是乌龟的脚底是平的吗 是你看我们说 如果像我们手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应该印不在沙子里面吗 应该我的脚弓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纵使有轮王像 他也踩进去不对 可是为什么会印象 因为他脚底是像龟一样的 是平的 他这是什么的话呢 为什么会佛陀会有这个像呢 是什么的话呢 是因为他特有说 他从阴地之前呢 就有散去守戒 如理的守戒的话呢 就不会有这个凹凸不平的 就佛陀生的地 为什么地方不会有凹凸不平的 不只是身躯是凹凸 不会有凹凸不平 以他的在的地方或国土 是没有凹凸不平的原因是什么 是他在阴地的时候 特有散 就是如理的 去防护自己的戒 说守着戒而去做的话呢 所以第二个像是这个 那守竹指往连是什么 他有些人来讲的话 以前我不知道 我小时候听的时候 我觉得我第一次听 我觉得会怎么 我觉得说有些人说 是不是佛陀的守相 是不是像鸭子一样 这样子粘住 那我以前是有搞错 因为这个不是像鸭子 它是当然像一个薄膜 可是它什么是 你这样子看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从这样子看的话 它像薄薄的一层是 它不像我们这样子是 完全断的 它是有那样子 可以薄薄的 像一层沙一样的 那样子的话呢 那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话呢 是因为佛陀以前 在阴地的时候呢 去偷游修布施 等我们所谓的六度 四色 而获得的这个相貌了 那再来讲的话 第三项是什么是 柔软及细嫩 那其实它的手足都是 那个 应该说皮肤是非常的细嫩 是什么是 以前在阴地的时候 透过人家需要吃 喝 享用的广大去布施的缘故 而去获得了 那第五的话说 身七处充满 身七处充满的意思是说什么是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七处是什么是 两个的手的 两个手的这个手 应该算这一块 跟脚是脚上 脚这个字要四处 两个脚 两个手 两个肩 跟肩颈这边 七处 就是两个脚 两个手 两个肩 这边 这边的话叫七处 这个七处都会充满饱满 看这个来讲的话 为什么是饱满的呢 是以前在阴地 对所有的物品 它自己保留的物品是 广大的可以去 不是坚定而去布施的话 所以这个七处都是感到 很丰满的 那第六个呢 是说什么 他的手指 脚趾头 都是那个纤长 很长的话呢 是什么的话呢 是说因为 透游以前在说 对沙叶去防范的 他很多人是说什么 这边来讲不只是手指 或者说透游手 手 手指 脚 脚趾会很长 他们说佛陀的手指是长到什么 是你看我们站的话 我的手大概就直到我的大腿 他的手指长是什么 是长过膝那样子 他说手是长过膝的 这样子来讲的话 这是佛陀的一个相貌的话 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在阴地的时候去防范 或遮止沙叶的缘故而获得的 那 第七个是什么的话 我们说叫根广 根广就是说 它两个的 以一般我们来分的 脚的四分之一 在经书里面说 脚的四分之一的后半段是脚跟 脚跟的话 脚跟是什么 是像你看我们是不是有些人 扁平足踩得不稳 因为就是他的脚跟不稳 或者我们说 是不是你看很多人是不是 很多女性刚开始穿高跟鞋 会不稳 就是因为他把脚跟缩的 变得不平稳的缘故 那等于说他为什么可以踩得很安稳 是什么 是因为他的脚跟是广大的 和坚固的 和是什么是因为帮助以前利益 帮助他人的寿命 或者他人的生活 所以是我们现在很多是说 很赞叹很多的事业 或很多人去帮助像贫穷的国度 像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 我们台湾还好 还说大家很随喜 特别跟大家讲一下新闻的话 就是台湾的话 真的是在全球里面算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像印度的话 我去问我们那边的话 很多印度是什么 他是靠有每天工作 才每天才有办法 才有饭吃的 他忽然印度现在已经要封闭 或者说要禁逐到5月3号 在这个当中他等于是 一个月很多的这些 不要说是那种农夫 是很多在印度 我上次听他们好像是40%的人口 是靠每天的这样子的 就是一日的工作 一日的饮食 这样子来换取的时候 他因为这个疫情的时候 他等于是没有饭吃了 没有工作 他就没有饭吃的话 他们那时候说 我们不怕被疫情病毒感染而死 我们怕是要饿死了 来讲的话 那虽然没有办法做很多 可是我很随习说什么 很多寺院 或很多的这种大的机构 在西藏的这些寺院 他们这是什么 他帮助他周遭可以的接触到的居民了 各式各样的 说从发放或什么的话 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教室 也有上次去捐赠一天那样子 我们顺便跟Toyle 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们会在Toyle 因为我是本身是人对室 和我们Toyle人对室 有在南印度那一天 有一个就是 我说你们看到谁有需要的 就是比较贫穷的家庭的话 我们去在他的生活开起居 我们没有办法让他可以说全年没有 可是至少在这种最困苦的时间 给他一种布施的话 等于说什么 又是符合到了财经布施 又符合到什么的无畏布施 他既然最大的恐惧是 他会饿死的话 这种也是我们说什么 可以获得跟广 就是脚跟广大的相貌 这个相貌是什么是第七相 升红植是什么是 他的身躯是广大的高广 我们所谓的高广大相的 他站起来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大家如果有 最容易看到说佛陀的身躯 是多大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是在以 金刚座的塔里面 那个相来讲的话 那是以佛陀的 它是一比一的相 所以你看一比一的相的话 我说我也不会很矮矮的 我大概一七八的话 可是你看我的话 如果站在佛陀的旁边的话 我大概应该只到佛陀 大概到他的肚子这边 差不多是这样子而已 因为它是一个坐相 我坐的话比它小 像我变得像小小号了 那个像大概到大量的话 那是佛陀的一比一的身躯的像 那它为什么会有这种的 我们讲说在经书它是讲说 升红值 笔值 宽广 这样子笔值的像是什么呢 因为是以前 透游从以前就是去除杀害他人的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 我们可以身躯 大家如果说稳住 或者我们说常常说 它可以身体宽广 广大的这个最好的获得因 什么是透游去杀害他人 去防范的 去断除杀害或伤害他人的话 这是感德说身躯广大的这个因 第九的话 足膝骨不凸 足膝骨不凸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佛陀的膝盖 像我的膝盖 你看我们会看到好像有个骨凸出来 它有什么 我们脚踝是不是有一块 我跟你说 大家很好玩的 以前我去人家帮我看足 或者脚底按摩的时候 人家就摸摸摸它 那时候摸到我这边的话 他说你是不是伤到了 你伤到你的脚踝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说你这个好硬 像脱皮 我说我在笑说 这是我们的职业 因为我们要做的诵经 那常常讲的话 我们这边脚踝都已经磨出了 一层厚厚的茧的那样子 人家刚开始磨说 奇怪 你的脚怎么跟一般人这边不一样 你这边为什么这么硬 就是佛陀来讲的话 它是我们脚的膝盖骨 跟脚踝这边 它不是凸出来的 它是平平的 这样子来讲的话 这是什么的话 这是因为说 脱油以前在阴地的时候 去修布施等这些善业 广大的去修的缘故 他可以得到这种所谓的 猪膝骨不凸 和猪毛皆上迷 就是说什么的话 他说每一个毛 毛法 都是往上长的 你看我们的 它每个毛细孔都是一根 就是一根法 你看我们的毛法 是不是像我今天我才去剃头 我才自己剃头的话 你可以发现说 我们是 头发是歪曲扭巴的 没有一个每个是直的 每一个都是 都是有些是长这样子 有些长那样子 有些长直的 有些长 或者有些毛细孔 是不是有两根头发 或者三根头发 从一个毛细孔 生出来的话 那佛陀不是这样子 佛陀是一个毛细孔 长一根法 它每一个法是什么 拂出来的啊 什么那种感觉的话呢 这是什么的话呢 这是因为佛陀从 不只以前在阴地 自己所修的善法 他自己的去修持 也像他人广大的去弘良 弘传的缘故 所以会有这个相貓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法尊法是翻成是 就是我们肩膀的意思 它翻成是叫 柏如伊尼也 伊尼亚是什么 是在伊尼亚的话 大家如果没有人解释 会看不懂 这个是什么 是在路里面的路网 在梵文的话 是这个路的路网 这个可是在我们 我看别的经书来讲的话 它这边应该不是柏 还有在藏文也不是柏 是什么 是有一个字叫算 算 它是一个什么 我们是一个肉之旁的 它在一个砖 就或者说 砖就是一个叫什么 就是瑞 瑞没有那个王之旁 是一个肉之旁的 那个字 我今天才查我也不知道 那叫斯污安算 四身算 算 它是什么 算的意思是什么 是小腿的意思 在我们以前的经书 就叫 这是中文的字 我以前我也不知道 这个字怎么念 那样子 我今天 我专门去查这个字 算是什么 是小腿的意思 所以小腿的时候 它有这个路的小腿 是非常的丰满 庄严的话 佛陀的小腿 这边 小腿 就是我们一般看到是什么 我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在看这个经书 确定什么是 而这个小腿 它的就是什么 从膝盖到脚踝这一段 就是我们中文讲说 小腿 现在叫小腿的话 在以前的古经文 或大家以后看经书 有看到的话 这个算这个字的话 大家就知道 这叫代表是小腿的 那这个小腿的话 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说 丰满圆满的话 是因为在阴地的时候 佛陀常特有说是 因方明跟功巧明 等这个地方而去利益众生 或帮助他人的时候 所以这个 因方明 功巧明是什么 就是我们特有的医药 医药的布施 或者说什么 我们去帮人家去做东西 或者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做 所以很多的话是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特有说 修福德之良的话 就按照我自己的能力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对电脑是善用的 我对组织是什么 会计是什么 或者说做木工也好 一方明来讲也好 去帮助利益他人的话 这都是什么 成败我们自己 获得这种所谓的 算如一纳亚的这个来讲 和双臂行长庙 这什么的话 是说这个来讲的话 我刚刚讲的快了一点的话 就是说什么两个手是长的 过于稀的那样子来讲 是什么的话 因为说什么 以前对自己的财物 像我们看到乞丐的时候 不会因为他乞丐而就去把它排斥 来讲 是我说我们以前来讲 我也是因为以前像我们去修持 我们在老师也常跟我们讲说 要好好的布施 在印度我们在台湾比较看不到 在印度看到有时候 以前我很害怕我们去朝圣的时候 会满山满野的乞丐 那样子 布施还会来跟你 好像把你围住 所以有点害怕的时候 那时候就想说随便布施 赶快走的时候 那时候老师们就说 比较是应该要恭敬的去布施 或者用自己 我们喜欢亲自去供养 或亲自布施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缘故就说 我对这个来讲的话 种子是需要的人 我不会因为他的身份 而去排除的话 这是代表说什么 我们自己可以获得 那个手长的那样子的长广相 那这以上是前面的第十二 第十三的话什么 就是我们想说 因处 他说因长密的一 就是说什么的话 这边来讲的话 也是以前的 以前在经书 或者我们在戒论里面来讲说什么 他说什么 因处的话 佛陀是像马王一样的 像最大马王 因为什么 因为马王的来讲 他的因处来讲 他不会这样子掉在那边 他会把他收起来 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以前在跟大家讲 那个现王专业论 我们说安安尊者 有八大过失 是不是安安尊者 有八大过失 以前来讲的话 他说什么 还有八个过失里面的最后面的两个过失是 有说不需要显现的 和他去给人家看的 和其中一个显现什么是 有外道的众生 不要外道 有外道的信徒 在当佛陀元吉之后 他们听说佛陀有这种说 因处如马王像 他说他们想看 这是什么像的时候 那安安尊者就掀开来看这样子 给他们看的话 他说你不需要给人家看 这个像 本来就是因处的时候 可是在这里面的 32像里面的话 它是其中一个 就是因处密第一 那这个因处密第一的是什么的话 因为说什么 他为什么会获得 因为佛陀在阴地 在时时 就是善修犯行 没有去谐音 没有去看谐音 等这些的过世的话 他的这个因处 就是像马王一样的 这样藏起来 不能说藏起来 或者说善于隐秘的话 这是第13项 那第14项是什么 皮金色 那佛陀的皮是金色的那样子 他这什么的话 因为他善于给人家的住处 安坐 第15的话 皮是细嫩的 细薄 他这皮的细薄是什么 是因为给人家以前的善居 或者给予说人家需要去借住处 借于住处的等等的话 来讲这个 第16是 孔一毛右旋 每个毛 毛不只是上身 它是右旋的 像法罗的这样子一样的 这样右旋上去的话 这是什么的话呢 这是说因为他从以前 在阴地的时候呢 对那种的纷争 或者说善心 而善于断除的话呢 这是获得那种毛法 右旋的像 第17 每间蚝像颜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白眉蚝像 这白眉蚝像是说什么的话呢 如果拉出来的话呢 以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白眉蚝一拉的话呢 它可以拉出是三米 佛头这边有一个 我们看到是不是有些佛像 好像在这边有一个圆的话呢 它拉出来的话可以长三米 缩进去的话呢 它缩进去可以就像说什么 缩到像一个小小的一个种子 它应该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说 这么大一块 它是只是画出来的 它可以缩成像一个小小的一个种子 那么大 它就是一个右旋的像一个像豪美 它这个美豪里面的话是什么 它也是这样子右盘旋着 和顶尖是往外的这样去绕的是什么的话呢 是什么的话 因为在于说 对于生生在阴地的时候 对自己的善知识 对于自己的老师去恭敬的 和去应该说敬重的缘故 所以它是获得的这个白眉蚝像了 所以是不是在说三十二像里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难获得的像 也是这个白眉蚝像的 可是我们在这边像好像是第十七个 上身如狮子 你看我们狮子的话 它上身是不是很丰满很饱满的话呢 这个是说什么的话呢 它说 这个来讲的话什么是 说是对大家的那种的 不用于那种好像那种命令或者压迫的那个词 去好像把人家的话去压住 或者说好像去呵斥人家的缘故呢 它或者这个像狮子一样的 狮子的那种不畏的那种象猫 看第十九的话说什么 这边的这个肩膀是 这边是圆的嘛 这是很漂亮的那种圆过去的 像我一般跟大家解释 像什么以前是90年代的时候 很多女性或男生都喜欢穿那个垫肩一样 它的垫肩过来是圆圆的那种的话呢 是有这样子的 看这个是什么的话呢 是因为他有跟人家说好话 说好听的语而去获得的 第二十个呢是什么的话呢 说他像这个来讲的话呢 是笔直的 是丰满的是直的 你看我们常常是不是有人叫外星扭八 或者不只像我的话 我说你看我这边有些人是平平的往下 像我的话我是上扬的 这边会比较 我这两度会比较高 会比较高的话呢 就是他不平 可是佛陀这边是平整的话呢 这是来什么说 因为在阴地的时候 对人家给予医疗 医物 医疗的物品 药物的缘故而获得了 他说第二十一项说 非圣献圣位 是不是这也是以前佛陀的功德 他说佛陀不是吃了三个月的马脉吗 可是很多人那时候说佛陀你受苦了 他说我根本没差别 你吃那个马脉是什么 是像我们现在一样 大家看你看我们去喂马吃的脉 是不是比我们人吃的粗很多 所以他说佛陀来讲的时候呢 佛陀说那我有一天他嘴巴有留一蜜 他说他给安安尊者吃 你试吃吧 你看这个来讲的话 他说什么你吃的时候 不是吃的是马脉味 而是那种非常美妙的那种的味道 就是纵使是他人看到的味道是 尝到的味道是粗的时候呢 可是佛陀因为他的阴地的感应的 所修的时候 在佛味的时候 他所尝到的味道都是 甚香味的时候 那是什么的话呢 因为那是什么是佛陀在阴地的时候 对于去服事他人当病情 像说什么像护士去服事他们 或者说去服事他人的 所以我们说 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如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时候 他在说比如说医生 护士 如果把他看成是一个负担呢 就真的是很一个累赘了 可是如果把他看成是庄严 像我真的好好可以修法的话呢 当然是很累 但特别是现在在疫情当中 也很无奈的这样去碰 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好了 因为我们昨天看新闻 现在在美国最权威的有一个女生 在美国的最大 纽约的最大的医院 这是对武汉病情的话呢 她受不了了 她每一天看到这样子的病情 她看到这样子 她昨天自杀了那样子 所以她是美国最权威的 有关武汉或者我们新冠肺炎的 这个来讲的话 她受不了 因为她说什么 她说每一天我看到的病人死亡 她很多是那种上百个 或者上千个 她说什么救护车一送进来 她就没有 已经死掉了 或没有希望的时候呢 这个她是一个女医生 她就最后她说她从来没有 之前没有病死 说她是有犹豫症 或者有任何的这种的倾向 她是说因为这一次的这种的 新冠病状的那种的缘故 她自杀 所以她把它看成是累赘的嘛 就是一种压力的话呢 那同样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累赘压力呢 可是如果特别说 那我是去利益他人 帮助别人或扶持他人的话呢 或者我自己在造作我 承办佛陀的因的话呢 那她就变成是自己的庄严了嘛 她这也变成是说什么 是在说 非圣现圣位 这是第21格了 那身量重横等 是说什么 佛陀的不管它的曲线 直线都是直直的 不是歪歪的 就是很直 很平整的 去看过去的话呢 这是什么的话呢 是因为她说什么 她像什么 像一个 我们这边说像 像匹诺巨托树 是在藏文的话是那种说 那种像我们那种大榕树一样 非常那个榕树长起来的话 一般都是很直 很直很直的话 像大榕树一样的话是什么呢 这为什么会获得这样子 笔直的缘故 因为以前在阴地 佛陀就把这种有环保 我说用现在的词就是 因为有环保概念 对于说 森林保护 公园 等等这个时候 是去建造 使人他去欢喜受用的缘故呢 佛陀获得这种所谓的 身曲线漂亮的这样子的 来讲的话是获得的 所以如果要去做环保 也是我们随分随力 可以去做的这个 第23的是什么 是顶肉祭圆显 就是它无间顶像 在这无间顶像的话 说什么的话呢 是说因为佛陀从以前 去建造了宫殿 庙宇 大殿 使大家可以在这边有去 学习造法或者学法的 因缘的缘故 是获得到最后的这个无间顶像 也是需要最多的功德 因为佛陀可以 因为在阴地造作这个地方 大家乃至在这个地方 学法的话呢 我们就获得功德 我们一般来讲是这个意思 它不只是这样子 如果可以因为这样子 建造了寺院或者说学府 大家可以获得菩萨 阿罗汉乃至佛陀的果位的话呢 是不是无量的功德呢 所以这个是在最大的功德 获得是无间顶像了 第十一 二十四项的话说什么 蛇广长 是什么的话呢 佛陀的舌头的颜色就是 红的像红珠宝 还有是广的 那个广又长 以前他们老师跟我们讲说什么 他说佛陀的舌头 如果伸出来是可以盖住脸的这样子 你知道我们是不是说 蛇头可以伸出来可以盖住 可以碰到鼻子就很厉害了 他是说什么 是可以盖住脸的 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是说什么 是说因为佛陀在无量 所谓的三大阿僧奇节当中 都是说那种柔软的语 说那个应该说轻声细语的 或者好听的语言的缘故 和好听的话获得这个 第二十五项是泛音 我们所谓的泛音是什么 就是具有五种之分 或者具有五种的功德的这种语音 语音这个具有五种功德的语音是什么 是我们上次跟六十四种语音的总色 什么是说他说得容易会议 听得懂啊 或者有些人是不是 像有时候我们说得很努力 可是人家不一定听得懂 你在讲什么的话呢 这就是说虽然是说得很努力 可是不一定听得懂 第一个是佛陀说得容易会议 不只容易会议 我们需要的语言 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说 虽说一语 各个字语可以听得懂的话 来讲的话 佛陀说的这个语言 以他的根气 以他的语言 以他的方法 都可以会议到了 第二个是说什么呢 没有那种前后语是 互相矛盾的 像你看我说 我们因为就知道是凡夫的时候 有时候会口误 有时候对不起我说错了 前面跟字眼不一样的话 这是第二个 没有这样子的 第三个是什么 佛陀所说的那个意义是 深浅广的 如果说我们说可以说什么 说浅显 浅显易懂的 可是他讲的内涵是广大的 深奥的 这是佛陀的 语的第三种功德 第四种功德是什么 在耳朵听到的时候 就觉得很好听 就是我们说 有些人天籁 声音美妙 美妙像天籁一样的话 这就是第四个功德了 第五个是什么 是没有乱 前面那个是什么 是前面没有相矛盾 或者有时候 你看我们没有乱的时候 我讲到一个 我前面讲什么 我为什么讲这个 或者忘到前面是说什么的话 这就是乱了 所以一般来讲 佛陀 梵音是 具有这个五个功德 就是他是 易懂 没有前后矛盾 深广 悦耳 最后是没有相互的 那样子的错乱 等这个来讲的话 这是讲说 五种的语功德 具有五种语功德 这个梵音 佛陀 为什么会具有这个 佛陀是说什么的话 因为他在说什么 从佛陀从一时以来 从无量在阴地的时候 就透语言 或者语音在 所有的十方世界 对众生们 不断的不断的在宣说佛法 或者在不断的 在宣说法义的缘故 所以获得这种 梵音的功德 第六是什么 两侠 这个你看 狮王 他这边是不是 没有凹陷 或者没有像法令文 什么的 就很饱满 这两 脸颊为什么是饱满的呢 佛陀的话 脸颊也饱满 像如同像 狮王一样 是什么的话 因为他 没有说其语 就那种无意义的话 或有时候讲一些 这种没有 人家的是非 什么的 那个去就这个 我们讲说叫其语 我们是不是在石黑道 或里面我们讲说 深山 雨 氏 异山 所谓的深山是不是就是 沙 道 邪淫 邪淫 这是深山 因为要用深而造作的 雨是什么 是我们所谓的 应该说谎言 起雨 离间 出雨 这四个是雨式的 一山的是什么 是贪 沉跟我们所谓的断剑 断灭剑 斜剑里面的断灭剑 这三个来讲的话 这是所谓的 意上面的所谓的一山 所以这叫石黑夜了 这是在没有戒律 我们一般的佛教徒 如果想要获得 狭满人生 或者说下世 要下一世 不是下世道 下一世 想获得人天的果位的话 最起码 要做的什么 就是在身体上 语言上 意上就贪嗔吃 这个贪是什么 我是不是说是 不只是一般的贪 是那种欲望的 好像我一定要获得什么方法了 还有这个贪是什么 是 对不起 撑不是一般的那种撑恨 这个撑是什么 是我要报复 有那种 不只是撑恨了 而是报复的那种恨的时候 这个来讲 和斜剑 这个石给我们断除 或这样去除的话 这是保证我们获得 下一生可以获得 狭满人生 或者说获得人天圣的 这种的最好的方法是这个了 所以一般来讲 他们说 我们在不同的阶段 所谓守不同的戒律是什么 或者来讲 那下世道一般所做的什么 就是所谓的十善业 我们去守做十善业 他没有特别的戒 他就是说我特别的是 我守住什么 我去守要去做十善业 那如果想要获得卸托的话呢 我一般是什么 我从获守别卸托戒嘛 以居士来讲的话就是 五戒 八关在戒 我们出家众就是 撒咪尼 学法女 比丘 比丘尼戒 那如果要获得 佛陀的果位的话 我明白什么 就是说 以显教来讲的话 最高就是什么 就是菩萨戒嘛 我们到了上世道 他就讲说菩萨戒 别卸托戒跟菩萨戒的差别是什么呢 别卸托戒 他主要在防范是什么 主要在防范是在身跟雨嘛 到菩萨戒才在防范是什么呢 我意上面的这种动乱的 所以我意上 意生去那种去处理的话呢 这才是我们主要的 好 这边来讲的话呢 前面是两侠如狮王 那齿洁白平齐 齿洁白就是牙齿 第一个牙齿是白色干净的嘛 为什么的话 他说因为在佛陀在阴地的时候呢 在多生是讲那种赞美人家的话 或者说美妙的赞美啊 不是说人家的 或者说赞叹人家的话呢 他获得什么 牙齿是洁白的啦 那第28的话是说什么呢 他是说平齐 平齐是说什么 他没有高低嘛 他没有或者凹凸的这样子来讲 你看像我的话 我以前我是矫正过了 我牙齿没这么好 我是在美国矫正很久了 我没有带那个牙套 我以前是有那个 我应该是这样子 是这样凹凸的 或你看很多人的牙齿是 就是虎牙或者不平整是什么的话呢 那最好获得的这个的 平整相的相貌是什么 是断除那种非命啊 非命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在正道的 正命我们不说 好像说我用 上次我们说是什么 断除那种五的邪命吗 邪命是不是说我用压榨的 欺骗的啊 或者我特有那个柔软语 柔什么 我给你少少我要获得是多多的 或者我是有阴谋的要去跟你讲的 或者我说你看很多买卖的说 你看我已经杀到自己的本钱了 实际上还是赚了很多的话 这种是说什么的话呢 那都有点说是什么 这种是我们讲说邪命嘛 邪命来讲的话 因为它断除这个来讲的话 它就因为它断除这个邪命的话 牙齿就平整啊 它不会有那个凹凸不平等等的 第29号说什么这边那种 诸齿及细密 诸齿及细密是说什么 它的排整漂亮 它不是像大缝隙什么来讲的话呢 这什么是因为从以前就说真实语 不说那种的假话 第三是什么 数量满事实 你看我们是不是我们一般普通的人 种子算致齿 算下去 我记得我算我致齿的 我以前还有算过 我就想说 应该只是好像有32个 因为我把我智子拔掉了 我四颗智子都拔掉了 可是我说那时候还没有 我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二十几岁 或者是在学这个经书的时候 觉得佛陀40项 那怎么那我自己算 我的牙齿有多少个 算算只有32颗那样子 佛陀是有40颗的 那40颗是什么呢 因为佛陀从阴地 就断除那种离间了 所谓的离间是什么的 就是明明他是 这两个人是和和的 还有有些人问我离间 我记得我刚回来有人问说 那离间到底是什么 是我说的语和我使害人家分开的话 那叫离间不是 比如说他不了解真实的状况 你跟他讲真实 他分的话 那是应当的 我们教他去检测 或者教他去检测来讲的话 这是真实的语 而不是说我有离间 离间是什么 他明明是和和的 可是我透有那种欺骗 或者我想要颠倒是非 我插进去 使他有那种的 应该说有间隙的 有那种纷争起来的话 我也是以这个目的 我不是刻意说 我跟你讲真实 就是摆明情况 我是故意要说 我用这样子的语的话 你有可能会有那种的 间隙产生的话 这种叫什么 这叫离间的语 说出来的话 这离间的 那第三十一是什么 在这个来讲的话 在我们中文它是翻成叫 干木 干木它是说 意思是说什么的话呢 是说什么 那种佛陀的眼睛的话 像有像那种琉璃的色 有琉璃色 这个应该我看的 我今天也查中文 这个是什么 它说是深蓝里面有透红 深蓝色的里面有透红的是什么 佛陀的眼睛是这个是什么 是说因为佛陀在无量身的 在阴地的时候 把所有的众生看成像自己的独身子 这样的慈爱的 而去观看的缘故 这是第三十一项 看第三十二项是什么 佛陀的眼睫毛 这非常漂亮 不用这样子画眼睫毛 它是什么 它是说它的眼睫毛像牛王一样的 两个都是长长的 和是没有夹在一起的 但这个来讲的话 是说什么的话呢 因为佛陀从在阴地 就是以没有贪 没有撑 这样子而去看所有众生的缘故 他获得的三十二项是 是以上这三十二个 这是三十二个主要的 但我想说我们时间比较不多的话 我想说今天就讲完 我快速的跟大家讲说 八十随心好的话 我念一遍和跟大家讲 大家如果可以回去画的话 大家可以来看的话 大家回去看现光专业论的话 大家可以 因为这不好懂 有些人会画错 我们以前是专门来讲的话 第一个是说 我觉得它翻的 这个叫做佛爪赤铜色 我觉得它的意思是指甲 他要把佛爪 我这样爪我听起来就说 佛的指甲 佛甲赤铜色 第一个是像红铜的颜色 第二个是润泽 第二个是高 它这边是饱满的 饱满的是高珠子 第三 第四个是圆的 第五个是满的 而纤长第六 所以是刚刚我们讲说 第一个是不是竹轮像 这上面是手 后面的八十随心豪 有六个有关手的随心豪 第七个是脉不现 它的经脉不会看到的 第八是无节 它不会打节 好像看起来节的 这七项 第八项 那什么怀隐 脚踝是隐没的 第十足平等 我们刚刚讲的 足平等 第十一是什么 行不如诗 第十一 行不如像 第十二 行不如课 十三 行不如牛王 第十四 第十五 行不如牛王 第十五是右选的 佛陀起完 大家说 你看我们为什么 顺时钟的这样去走的时候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说什么 是一方面我们在阴地 在造作佛陀的 随心豪的像 它是行不的 走路的时候都是 以顺时钟右向的 因为这以前 为什么来讲的话 印度的话 这是代表恭敬的 我去绕塔的时候 我走的话 我们都是靠我们的右边 靠这个人的话 它是代表的恭敬的 你看以前我说 你看清朝那样进去 为什么要甩袖子 还进去的话 就是那个时候的习俗 那时候佛陀 你说真的左边走 右边走有什么差 是没什么差 可能那时候在印度的话 我们是偏坛右肩 右膝着地 合掌的话 是要代表一个恭敬的时候 所以佛陀也都是这样去行走的话 我们在阴地的去 造作这个阴是什么 是我们去绕塔的时候 我们来都是顺时钟的绕 是这个原因的 所以这第十五项 庙行走路是很轻盈的好的 是第十六 直径 直径的话 它是 你看不是歪轻 我把它这样走的 直径而走的 第十八是 兼顾又兼密 这个兼密的话 我看一下 我这边都有 中文把它翻成兼密的话呢 这个 这个兼密来讲的话 是什么的话呢 应该这个兼密的 应该是说兼顽的 不动摇的 很稳固的而去行持的 第十九的是什么 身体是光洁的 第二十呢 是身相秤 第二十 和洁净是二十一 软二十二 清静是二十三 众相皆圆满 二十四 深广大为妙 是二十五 这边翻的是说 不详续 这个不详续的意思 是什么的话呢 不详续是说什么的话呢 是 它踩的步 不是有忽然大 忽然小 是很平稳的 这个字 因为我那时候 我也查了 它是一个 像简体字里面的 那个广大的广 里面有个羊 那个字在中文 我们叫那样什么 我们叫 西洋响 二声响 响续的话 代表说是 响续的意思说是 步伐是平稳的 平稳的那样子 所以这是二十六 二十七是什么 是双目是清静的 第二十八是 生细嫩 第二十九是 生无雀 第三十是 充实 三十一是 其身善策力 三十一 第三十二是 肢结善开掌 它的每个肢结都是管的 第三十三 故事尽无意 所看到的都没有 拙了 第三十四是 身缘 第三十五是 而相称 三十五 无歪 三十六 身平整 三十七 肚脐 肚脐 肚脐是身的 三十八 其右旋 它的纹路是 右旋 三十九 为众所乐见 大家看到它 就是欢喜的 四十 行尽身 四十一 应该说 无忧无诛 黑斑等 就没有那个 黑斑点的 佛陀 四十三是 手软如木棉 手蚊是 明显的 四四 身 是四十五的 那个手蚊是 身的 手蚊是 长的 四十六 面门不太长 它的面门 不会过于长吗 有些人 面门是很长的 那样子 我们是不是说 常常想到说 是黑白无常 那个面门 是很长的 没有 没有那样子 是 像王专业 是面门不太长 那 纯红如平坡 平坡是什么 是 那个 在印度有一个果实 然后是很 那个挤出来的汁 是红 鲜艳红的 那样子 非常红红鲜艳的 是平坡果 所以就是鲜艳的果 这个来讲的话 纯红 或者我们像苹果红一样 就我们就想要想到 苹果红 那 蛇软 蛇柔 蛇柔软 第四十九项 第一个是说什么 蛇 蛇头是微薄的 薄薄的 第五十一 是赤红的 第五十二 发雷音 五十三 是鱼美妙 和什么 五十四 是牙 是圆的 牙圆 锋利 白平齐 白色又平齐的 或是五十六 五十四一 四十 尖细 它这个额尖 额尖的话 它是尖细的 不是 对不起 我这个错了 五十七的尖细 是什么 牙齿的 那个尖细 是小的 第五十八 是鼻高修 有那个 鼻子是高 高广的 和 清净最低 鼻孔都是清净 没有像我们这样子的 鼻屎 或流鼻血 什么等等的 那 第六十 眼广 第六十一 眼睫密 那眼睫毛 是非常的 密 有如莲花叶 这个眼颊 是像莲花的叶子一样 第六十四 眉修长 眉毛 眉是细柔的 六十四 润则 毛起疹 这个都是平整的 不是有细 有粗的 什么等等 这边叫六十六了 六十七是 手 手 长满 还第六十八是 耳齐 耳朵是平整的 耳伦无过失 他的耳朵是没有 没有任何的过失 听到的 都是 这样子 额部散分开 这个 额头是 宽的 不是挤在一起吗 额头是 宽广的 看第七十一 耳朵是开广 和顶周圆 顶门是圆圆的 这样子 圆像的 我说我记得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以前 我去当那个比丘证人 因为我们去当证人的时候 我常常当翻译 还有一年我帮 尊者达阿玛翻译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坐在旁边 那一年他就说 他说 大家听不到你 也看不到你在讲话 你来坐在我的面前 那是我第一次要坐在他的 他坐在法座 就像我这个法座 可是没有桌子 和我就坐在他的脚下那边 他说 你讲了好久 那最后他说 你的头好漂亮 他就摸我的头 他说 你头这么圆 我说 要感谢我妈妈 我妈小时候应该是 把我躺着放了 所以他说 你这边又圆又平 那样子 就是那种 他说像佛头的这个像 又圆又平 头像怎么这么好 大家都在笑 我记得是这个 所以这个来讲说 什么是 顶周圆的意思 就是它是圆圆的 他后面这是平整的 很多人喜欢这边是平整的 你看 因为我们台湾比较看不到 好像我们把婴儿都放好的 但很多藏人的话 他这边头是那种歪歪扭扭的 和皱在一起或什么的 很奇怪的 都看过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一般的话是 后面是平整扁扁的 那样子来讲的话 这是什么 其中的叫顶周圆 那第七十三是什么 他说法干清如风 他说什么像我们那种 如果不 他说什么像那种很大很黑的苍蝇 非常非常黑的那种苍蝇的 佛陀的那种的法的颜色是黑色 是像那种黑苍蝇的那种的黑的那样子 所以他说如风的意思就是 在藏文的这个意思是那种 像那种苍蝇的那个银 那个银 苍蝇的那种意思 看第七十四是什么是 周密 它是很密 第七十五是软的 第七十六是不乱 第七十七是不设 不设 第七十八是说什么 初妙音 第七十九是什么 应该说对不起应该是 七十七是不设 第七十八是初妙 那初妙的时候是什么的意思 在这边 我刚刚也没看得很懂 是说什么的话呢 在我们藏文的意思 这边的意思是说什么的话呢 它的意思是说 不设的是说什么 是不粗的 柔软的 粗妙的意思说什么的话呢 是有好的 好的那种的 应该说什么是 有香味 有香气 它自然的香气 我们说戒香 有人有戒香的话 自然的香气 第七十九是什么 应能夺众生义 第七十九呢 第八十是德文像吉祥 是说什么 每个手指 不只有那个伦王像 每个都有那个像什么 法罗 说什么万字 或者代表吉祥的 或等等的来讲的话 佛陀的那个每个指 是有这个的相貌的话呢 这是八十随信号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呢 我记得我第一次背诵的时候 我也都看不清楚 或者没有看得很清楚 八十随信号 可是我们今天就是把 三十二项的广的音像跟相貌跟大家讲 你看也把八十随信号 大家如果可以回家 再重复慢慢听的话 做一个笔记的话 看我们之后再讲到这边的话 会在讲的时候 是什么是 不只是讲相貌 就像三十二项一样 八十随信号 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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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它成办的原因 它不是只是说身体 这个身体的象征比较不重要 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是 是为什么 它的音像是为什么而获得的 好 这边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记得请他后面的 上次我们说 OM ARABASANA D的时候 在介绍是不是说 一般我们讲说 文书菩萨的OM 这个OM在藏文的词 意思是什么 它是三个字合一 是阿 物 麻 三个字合在一起的 在藏文的话 它是三个字合一 所以这个字 简单来讲是什么 它是代表是身与意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意思 可是我们一般来讲说 OM的意思 在所有的咒前面有OM的意思 就代表说我以身与意的 身与意 同样还有一层意思是说什么 就像说我是要用身与意的来讲 我现在所是依靠的是 我是什么东西呢 我就是依靠着这个 不清静的身与意 而安立出来的吗 那佛菩萨是什么呢 文书菩萨是什么呢 它就是透由 清静的身与意 而安立出来的 我们两个都是依靠着 没有地实的 没有真实的 好像从那个地方就是有 如圣法师 从那个地方就有个文书菩萨了 是就像我是透由 不清静的身与意 而安立出来的 文书菩萨也是透由 清静的身与意的 安立而出来 所以我要如实的修持 把我这个不清静的身与意 变成了清静的身与意的时候 我就可以跟文书菩萨一样了 和持咒的就是 阿 为什么有时候有些持咒 我们说 阿玛拉巴珊也有 或者我们是阿玛拉巴珊 文殊菩萨的灌顶的话 我们就说自己自身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观想说什么 这文殊菩萨在放出光芒的时候 那我侯间跟我心间 个个都有一个地质 看我这个心间是一个直立的地质 看我这边躺的是什么 我躺着一个平躺的 阳躺的这样子 好像这样躺过去的一个地质 在此时候 和从文殊菩萨它放出光芒 和我们在臭尤其求的话 文殊菩萨的身语 意思代表是什么 它从身体而出 咒语是以语音发出声音的 意思是什么是内心的这样子 在内心而发出 像那个咒慢 刚刚在文殊菩萨的心中 也是这样子围绕着地质一样 它慢慢我们在持咒的时候 从咒是从文殊菩萨的嘴巴这样子 而放出来 和在滴滴滴 out的像雨般的时候 这个地慢慢侵入 到我们自己的 这个喉间的这个的地质 和这个地质把所有的加持 就慢慢饱满像那个海绵一样 它吸取之后 它就慢慢一个一个滴滴滴 跟滴滴滴滴滴 慢慢侵入 慢慢胜进我们心中的这个地质 他获得了所有的 文殊菩萨的加持来讲的话 这是我们一般在持咒的 他在藏文的持咒的话 是什么 是等于说 我们使我们跟佛菩萨接近的 是好像我们在呼叫的一样 这种这个咒语的 在持咒的时候 是什么是 在藏文跟闭关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 我如何使我的内心 跟佛菩萨的心绪接近 可以结合在一起来 所以咒的真正的意思 不是好像我说 我善心杂意的那样去持咒 我就可以获得什么加持 一般不是我们持咒的 或者持什么圣号的 是使我的内心 可以跟佛菩萨的内心 慢慢结合起来 可以慢慢与它越来越接近的 和我们在观想 在内心的浮现的相貌是什么呢 就刚刚讲说那种的地质 像雨般的侵入于我的头顶也好 头顶之后 设在我这边喉间的这个地质 和这个地质 一一一的到心间 和我把之前的所有的罪障 像醉叶 黑叶 像墨汁的从脚底而流出 和这些在侵入的时候 我还于清净的 以这个加持丰满的话 换成清净的生语意的话 这边一般是持咒的 在欧玛拉巴扎那地的这个地方 和最后的这三句的话 一般的文书战的回向 就只有前面这一个祭送 后面的两个祭送是 后面的加进去的 或者修持把它加在雨根 有根密法的 或者想智慧的增长而加进去的 文书战的本身是什么 是大悲尊以极片至光明 就是说什么 大悲尊 就是具有大悲心的这个的 或者悲治的功德 这个文书菩萨 你以你智慧的光明 是什么 尽除我心鱼痴诸黑暗 你可以按照你这样子 刚刚我们想说的 生语意的功德 断除什么呢 主要是断除我心中的鱼痴 就是无名 无名非礼作义 非礼作义 二生的烦恼 烦恼而生出来的这三苦 等等的 唯一的方法可以断除 从根而断除的方法是什么呢 除了智慧以外 没有别的嘛 所以呢 是不是说那 结晶及论 教典 结证的 我可以获得 断除 去除 心中的鱼痴的 黑暗的方法是什么呢 是不是 唯有特有去 了解 经 跟论的秘义嘛 究竟的原理 而不是说什么 文书菩萨可以给予的加持 是什么呢 他也没有办法 斥予我这样的智慧嘛 他唯一是什么 透过他的教导 透过他的引导 我去把我的 心中的鱼痴而消除 心中的鱼痴是怎么去消除呢 是去了解 经 论 教授 等等的秘义嘛 这我们来讲说 智慧 变财 因为 在藏文的话 是没有这个变财 他说什么 我可以获得这种 智慧的那种的 自信 或者这个智慧的 这种的力量呢 我可以获得 他还没到变财 这变财 我还是后面这个 回向了 这个是 有可能 Logic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 是 你可以 适于我 什么呢 适于我 这种智慧的 那种的 自信的光明 可以在我心中 显出来吗 因为刚好 我之前是被 那个说 无名的黑暗而包覆 现在我要什么 我要内心的 智慧的光明 要 自信要显出来的 他是用这样的批语 在藏文的话 这边没有实际的 这种变财的 无碍的这个意思 那后面就是 回向的话 是祈求什么 他说 祈求增长 闻思修慧能 这是我们一直在讲说 上次也讲到说 那去 如何去生起智慧呢 智慧的方法是什么 生起呢 是透由 闻 才会有闻所生慧 透由去施 才会有生起 施所生慧 透由修 跟串起 才会生起所谓的 修所生的慧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是在祈求也好 回向也好 说 我可以获得 以及增长 闻思修 三者的慧了 和祈求增长 讲论 助智慧 这是什么呢 这边在讲讲论助 在藏文来讲的话 应该是 因为它好像变成是 讲跟论助了 我们在藏文是 我们一般讲说是 切 罪 重 这三个 这什么是 讲 辩 论助 一般我们要去 说这个人 真的也可以帮助他人 或者去除他的 黑暗的方法是什么 第一个是讲说 他有这个讲说的 这种的方便 第二个是什么 是要辩才无外 刚刚讲的那个辩才无外 这才什么 可以把那种 颠倒的 或者疑惑的 不了知的 透游那种 人家可以阐述 不是阐述 他可以透游 辩出 辩解出 我怎么分析 怎么来讲的话 这要辩才 不是好像说善辩 跟人家好像去争吵的 这个辩是什么的话 是说怎么样使 内心当中的 根深蒂固的那个执着 或者那个颠倒执着的话 不可能只是说 我透游跟你讲 你就马上信了 甚至要把他说 为什么这边互相矛盾了 为什么不能走了 或者说这个为什么是不正确了 或这边哪里有不对的话 他有办法可以一一的分析 所以说这要变 和论柱或柱数是什么 是把他说什么 把他写下来 他有文笔的 而去照做论出来的话 就是说 祈求增长 讲论 助智慧 祈求适于供不供西地 西地的话 在梵文 它的意思是成就 所以供 跟不供的话 那供的西地 是什么的话 就像比如说我们说 五眼六通里面的那种 所谓的四通 应该说 五眼里面的前面四眼 六通里面的前面的五通的话 那都算是共的 它由内外到共同都可以 都可以获得的 世间的修法都可以获得了 那不供是什么呢 是像说 宪政空性的 这种智慧了 所以很多人也问我们说 常常我们在经书里面讲说 世间护法 初世间的护法的话 那最简单的分面是什么呢 所谓的世间的护法是说什么 它只有获得 共的成就了 就是说什么 还没有为政 应该说 还为政 还为宪政空性之前的 这种护法 我们叫什么 我们就要说世间的 世间的成就 或者世间的护法 那初世间的是什么 它获得圣者的果位了 宪政空性以后的 这样子的成就 我们才可以说叫什么 叫不供的成就了 所以祈求是于 供不供西地 就是说 可以获得供的成就 跟不供的成就 愿述如尊成就其加持 是不是 这边最终究的加持说 不管我是偷游 文师修的智慧也好 讲辩论住的智慧也好 或者 或于供与不供的西地来讲的话 我要什么 要可以快速的成就 跟文书菩萨 我要成办为文书菩萨 这种发愿是不是就叫做什么 是果位的诡异的 我要获得 我不是说文书菩萨 你给我什么东西 而是我说 透有你的加持 我开启智慧 我要获得跟文书菩萨的果位 我自己变成文书的话 这才是真实的 叫愿述如尊成就其加持 和祈求任运献绝至胜乐 这边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就有一点获得 有个密称的 或密法来讲 或者我们不要讲到密法 我们从一般来讲的话 祈求任运献绝 这可以说有显教的解释法 跟密教的解释法 那显教的解释法是什么 祈求任运献绝至胜乐 是透有获得了 宪政空性的这样子的安乐 或者伐喜 我祈求可以快速获得 祈求速消除颠倒鞋子 是不是说有这个宪政 无我的智慧 才有办法去消除颠倒的鞋子 这边颠倒的鞋子是什么 就是我执 无名我执 祈求尽断身心疑惑往 这也是生的疑惑是什么 是由心的疑惑而生起 心的疑惑的最大的是什么的话 是说什么 就是我们所谓的 由无名而生起的这个疑惑 或者颠倒是非的这种的无名 生起来 愿述如尊成就 快速的可以获得的果位 跟文殊菩萨是一模一样的 和这后面这三个来讲 一般是我们的祈求回向 可以获得说跟文殊菩萨一样的 和再寄取的文殊菩萨的果位的诡异了 好 那以上我们就是简单介绍到了 文殊菩萨的修持法 看我前面我再念一句好了 我们说我们一般 大家还知道说我们传完 我们就一般不礼拜的 跟我们为什么从头再念的一贯 就是说 背同义址 好 和我们讲的义功德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就照这边来讲的话 是简单的去介绍了文殊菩萨的战兽 它这一般是什么 我们是在修持法的 或者去思维的一天的 趁早起来的 常常会念的 会念受或者观修 文殊菩萨或者祈求智慧可以增长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从以前祖师大人们的修持 主要的也就是依着这个的 文殊菩萨去祈求了 好 我们从下个礼拜 我是想说我们先等半个月 如果可以像每一天 像我们连续的四天一样 都没有病情的话 如果可以有两个礼拜 是完全没有病情的话 我们就可以慢慢回复正常的课程 可是我是想说 我们还是本来等到 病情稳固的时候 才会全面性开启 所有的往昔的课程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 在还没有开启正常课程之前 我们下个礼拜会准备什么 我们开始准备要跟大家介绍说 如何去修钉 或者如何去修纸 或者在藏文的简单的话 我们说一般是透由图案去修的 叫做久住心的 和这个来讲的话 在久住心当中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什么的话 它比较容易的去让大家来讲的话 就是说如果大家可以 或者在家中不用特别带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 菩提道师地广论最后面的这个的 也有久住心 或者比较白话的话 也有长中解脱的 后面这个久住心的时候 大家如果想要一起看 或者一起比较了解的话 我比较不会按照经文的去解释 可是至少的话 我们想说什么 我们介绍一下久住心是怎么去修 和久住心怎么修的话 是代表我们怎么从一般 我们现在是身为人 在欲界当中的话 我怎么把欲界的心慢慢使它平稳 和到慢慢到所谓的进分 跟所有圆满的定怎么升起的话 我们下个礼拜会开始从慢慢介绍说 定是怎么所谓去修定的时候 或者修这个的话怎么去修 所以我们在佛教所说的定 修定的话 跟外道所修的定比较不一样的 我们很多外道所修的定是讲说 你不要去思维 你不要去想 你不要把内心放空了 那就叫定的时候 或者纵使是很多佛教徒现在也说 所谓的定是什么 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去想 什么去放空的话 一般我们来讲这个什么 这是叫昏尘的一种 这个不是初分的昏尘 而是细分的昏尘 看我们慢慢下个礼拜会跟大家介绍说 那个定跟昏尘的那种极细微的那种的 应该说分辨 或者的差别是什么 我们会跟大家去介绍 所以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会介绍九珠星 它九珠星它是配合一个图案会拿出来 我会把那个图案拿出来给大家看 它一般是有个图案是有一个像在这样绕的话 我们会开着那个图案跟大家慢慢去介绍的 好 那我们这个礼拜先到这边 好 我们就请回向了